今天有哪些股票在称像2883的开发金控 开发金控目前就往上的来拉高 它已经是全台湾前五大的金控公司了 目前的开发金14块5元 那它又是台湾中型100的大股票了 那今天早上看到有一些延续力道的 例如像樊轩 樊轩昨天上扬外资再买 今天樊轩又往上垫高 所以我们要找有延续力的 樊轩 望宏 华航 长荣航 中华化 永光 都是昨天涨今天又涨 所以请问一下玉堂 会不会盘面有一些特定的买盘 不会怕美国或台湾股市的回测呢 好当然是 尤其这种转机股 我觉得是目前市场上 法人甚至是说内资都愿意捧场的 当然元宇宙它是一块 不过真的有一些真的涨了非常的多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短线不最高 那刚刚谈到航空双雄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更有底气跟基本面的 因为这个全球的所谓疫情趋缓之下 其实航空业的一个开放 这个是绝对预期得到的 我相信绝对不是空谈 而且这个营收获利的成长 大概就在可能也许很快明年左右 我觉得应该就看到 因为你看就台湾来说好了 都已经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政策 似乎要寄出来 因为国内的接种率提高了 所以对一些边境的开放 这个我觉得对航空业来讲 其实不仅台湾 美国的航空股也是大涨一波 那如果台湾的部分相对委屈一点的 我觉得如果长龙行跟华行要选的话 我觉得2618的长龙行相对委屈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以古境比的角度来看 2610的华行它的净值是11块 现在的股价是24块5 它的古境比大约是拉高到2.4倍左右 那我们看2618的长龙行 长龙行的一个每股净值是14块6 接近15块 那如果你同样算大概2.2倍的一个 这个古境比来看的话 这个长龙行的一个潜在跟华行 去做一个比价的话 应该有机会来到三字头 所以顺着这样的一个逻辑角度 法人最近也买得很激烈 尤其是外资 我相信外资会买的股票 绝对不是随便买的 也是着远于这个航空双雄的转机 而且我在这几天连线也谈到 同样是这个航运业 去年的货柜航运 为什么可以这样飙涨 就是一个转机 这个货柜的运价飙涨 让这个货柜双雄 长龙阳明瓦海 这个股价是飙涨了这种十几倍 那现在有梦有转机的 反而是在什么 这个飞机票身上 就是航空双雄 因为闷了这个一年多的 COVID-19的疫情影响 反而有所转机 所以我觉得顺着这样的一个逻辑 航空双雄的一个部分 不仅有法人的作账题材 甚至有未来的一个转机性 当然不是各位鼓励 一定你要马上去追高 但是如果有拉回 甚至你手中持有者 我觉得目前续报都是相对安全的 今天华航跟长龙航又在垫高 发现到这个月外资每天都在买 当然融资户也有买 现在融资户就要看 可不可以搭外资的顺风车 瞬间华航再度往上飞高 而且是逆风往上 大盘跌95点 可是华航现在又飞高到 今天最高价24块7 长龙航现在也往上的飞高到 26块9元附近的价格了 瞬间是航空股票往上 所以大盘的跌幅再度的有变少 现在还有封测当中3372的典范 典范也往上拉到今天的新高价位 10月营收是今年的新高 今天往上其实很多指标 例如网路股3419的华裕 到现在都没有打开涨停 所以玉塔 网路股的部分 现在其实也有做低轨卫星的行列 是不是真的 网路股就像志毅说的 明年接单一整年不成问题呢 好 我觉得 最近蛮多网通公司召开法说 其实对明年的展望都乐观 其实低轨卫星 以台湾的硬体端 绝对是强项之一 从最早的森大科 到刚刚谈到的花育 也是前两天公司谈到 这个低轨卫星 它也不会缺席 只是今年的营运还在谷底 所以昨天有几家 召开法说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在低轨卫星 有一点被低估的公司 像是这个6285的企机 其实企机的董事长 真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谦虚 他昨天这个法说会 反而先向这个法人股东道歉 说今年的营运状况不如预期 那我只能说 为什么说非常的谦虚 因为今年企机其实还是赚钱 赚了两块三 只是他觉得没有预期来的好 我们讲其他还有很多 亏钱的网通股 这个股价都上去了 那企机其实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就看了未来 他说明年缺料会缓解 那他的一些明星的一些产品 像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其实他早就是这个 SpaceX的一个主要供应链 甚至到车联网 相关的一个部分 他认为只要明年的一个缺料 能够缓解的情况之下 未来三到五年 其实成长性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像企机 算是真的蛮机优的公司 其实股价在这个位置点 再配合外资 大概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来 买了将近块一万多张左右 其实我觉得从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 绝对是可以切入 当然你看像最近投信在买的是智翼 也对今年不管是获利 甚至明年的成长性 都是有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信心喊话 你看最近的智翼的股价 也拉升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有一些真的有业绩的 像是8103的汉权 汉权在这个传输用的一个 连接器的模组的部分 也打入到这个SpaceX的供应链 那目前汉权在第三季财宝还没公布 不过上半年赚2块 第三季营收又算历史高的话 全年赚到10块钱以上 也是不成问题 也是最近外资站在买方的个股 所以在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蛮多在低档 甚至外资在买的 甚至像是在比较上游PCB的部分 8358的京居 最近外资也站在买方 因为京居的这种特殊又的一个铜箔 也是有拿到这些卫星厂商的一个订单 反而最近的股价 我觉得你从日线图来看 有点这种均线纠结要攻击的一个味道 因为毕竟来说 它今年的前三季的营收 第三季的获利 都是写下历史高 那种特殊铜箔的部分 又跟铜价有一个高度的联动性 目前铜价也维持在相对高档之际 其实所以它今年的营收获利 能够较出很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 所谓高度成长性的产业 配合法人在买 因为不要忘了这个法人的作帐 年终的作帐要启动 尤其第一半会启动的是外资 所以投资人你可以先锁定 外资最近在买的一些基于股 因为12月底 外资要放圣诞节的假 那当然外资不会做到12月25号 从历史经验来看 大概12月中过去过后左右 外资就陆续放假了 所以外资的作帐会启动 接着就是投信 大概从这两个方向 投资人可以配合业绩 法人作帐的角度 在第四季的行情朝这个方向选股 好